早晨九点 在德钦县奔紫兰镇 一场葬氏婚礼即将举行 对父亲鲁荣一夕来说 这一天非比寻常 他将见证儿子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这场婚礼由他亲手操办 几个月前便开始筹备 所有细节遵循葬氏婚礼的习俗 郭庄舞藏族婚礼中的重要环节 人们尽情欢乐歌唱以表祝贺 三八和与木丸则是婚礼上不可缺少的物件 我们进南家去解肩的时候 一定要拿那个三八和木丸 因为这个木丸意思是送亲队伍送过来的 但是那个领域就是新娘的意思 不管在某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形式 不管是这个三八和的好坏 这两不当 只要在你家里面 在你新娘旁边摆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过来的 一定要摆那个藏包好 就是藏策当中最好最神价的一个东西 奔子兰被誉为木丸之乡 鲁绒一席家族世代从事木制工艺 迄今为止已有七八百年 对藏民而言 木丸比黄金更为珍贵 在我们藏策心目当中 它是人性当中一直从年轻陪到陪老的梦 还有一个木丸和藏包 就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 一个人的地位 你早上要吃藏包 可能是一天当中离不开这个木丸了 这个木丸它必须要打在身上 它没有木丸的人 就是好像是吃饭的时候 吃不到这个碗 奔子兰镇坐落于雪山脚下 锦煞江边 生长在这里的树木大多质地硬朗 杜鹃树 五角峰便是上好的选菜 一场初雪过后 阳光明静而柔和 趁着天晴 鲁绒一席和儿子到深山里寻找木丸 原材料是有些是树干 有些树粮 有些树枝 有些树饱 现在是砍材料是树枝 是砍了以后呢 如果树干又通过下雪 它这个树枝干了以后呢 我们去砍这个树枝 它这个树枝 我们一般就做脏八火的材料 像木丸呢 它是树林 它是树根上又结出一个流 我们只是把流那个流取 这个树根和树枝是照样的 这样以后呢 我们就是装备找树粮 找这个原材料以后加工出来 看出来原型 再不能够里面划工 木丸虽小 制作工序多而复杂 葬式木丸 一般用铜树 桑树 画树的树干 树结 树疙瘩等瓜质 或车销而成 制作过程要经过晾杆 做毛坯 水煮 修正成型 上漆等数十道工序 一支木丸的制作需要七至十天 修土漆技术是木丸的核心工艺之一 因土漆工艺品经久耐用 色泽亮丽 在古代是上贡皇家的珍贵贡品 当地人认为 使用修上土漆的器皿 有祈求幸福吉祥的文化含义 土漆技艺在04年便面临失传 12年开始 鲁绒一锡前后用了五年时间 复原这门技艺 使用化学漆 一个师傅一天能画完十个三八核的花纹 半个月能出一批成品 而使用土漆最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很多人不理解 说他自找苦吃 他却认为 这是传统 无论如何都不能丢 一只木丸 一个三八核 承载的是藏民经年岁月中 对本真生活的朴素情感 藏人一生只用一个木丸 这个康巴汉子用固执的坚守 独特的柔情回溯传统 书写对家人 对藏文化的契约与守护 孩子已经成长了 我住宫后期有人把这个家业交给他 我就希望一座万幸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